解答 茶新丁 茶加冰就是不好吗? 茶加冰也就是我们时常说的 sweet茶或者是冰茶 它可以说是大排档或者copy店里面 最受欢迎的平民饮料 一般上呢 都是用普通等级的普洱 或者是乌龙茶来冲泡 现在啊 一些新型的cafe 或者是茶饮店里面 其实也有冰茶 在这里 冰茶是一种高级饮料 它可能是一杯有香草装饰的 冰镇凤凰单从乌龙茶 也可以是一杯精心配置的高级特调饮料 当然啊 它可能有一点少贵 所以啊 说了这么多 其实我们应该关注的是 喝冰水好 还是温水好 而不是冰茶或温茶 在天气热的时候 我们应该喝冰饮料 帮助降低体温 而天气冷的时候呢 喝温饮料可以帮助血管矿张 促进血液循环 让身体暖起来 那么根据研究呢 其实微冰也就是16度的水 它可以帮助消化 降低体温 以及帮助人体吸收水分 所以啊 今天不管你喝的是冰饮料 还是温饮料 只要没有引起身体不适 适量饮用的话 都是没有问题的啊